第五段,大家练熟了没有呢? 第六段又来了,大家好,我是诗诗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武当太极剑第六段的内容 在第六段又出现了一个跳跃动作 那么这个跳跃动作的练习要点是什么呢? 就是跳起来也是要清宁稳重 身体的气息要随着跳动控制好 这样才显得跳起来非常的轻松灵活 在视频最后,还是有慢动作的演示 大家可以跟着练习 好,接下来,大家跟随着镜头一起来学习 歇步压键 一,左依转体带键 二,方腕歇步压键,方向正南 须步点键 一,起身上不斩首 二,轮臂须步前点,方向正南 独立架拖 一,后插步绕键 二,连脚转体独立架拖,方向正西 公步挂踢 一,落腿左挂键 二,上步前指右挂键 三,跳蝎步批按键 四,翻身曲键上步,方向正西 五,公布批键 好,第六段的内容我们又学习完成了 大家有没有把这个跳跃动作看清楚学明白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记得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接下来是背向的慢动作演练 大家可以跟着背向的慢动作演练 多练习几次 把这个难度系数相对较高的动作 多观察,多揣摩,都跟着练习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练好 好,接下来跟着练习吧 背向带链 先步压键 须步点键 独立驾托 公步挂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